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認識的是一位是環境藝術家黃瑞芳 黃瑞芳他一直以來都是以藝術創作的方式來關心 現在很熱門的話題就是全球暖化了 那麼他的最新行動就是跑到很遍遠的國家圖瓦魯做行動藝術 因為如果全球暖化繼續惡化的話 那麼圖瓦魯將會是第一個被淹沒的國家 所以黃瑞芳他就很認真地要來做藝術喚醒大家的環保 原始上好像有一句人情推送的作者 原來這是台灣藝術家黃瑞芳用圓殼作職的美人魚 只不過是美人魚不單被善肝 藝術家便用一把貨燒掉它 只要一個精神的行動藝術其實在控訴全球暖化 因為進行的那一點就選在土瓦魯這個天原國家 雖然風景像天堂 但地勢最高只有四公尺 但是全球暖化繼續惡化便會成為第一個被淹沒的國家 他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漁業國家 沒有任何一個工廠在 所以他們的彈牌棒竟不勝利 而是很豐盛的是零牌棒居然願意生存 去年各本哈哥會贏失敗 讓黃瑞芳非常憂心 他為環境發生將近十年 不只曾在德國以古毛企鵝的終止 想到天氣熱到連企鵝都受不了了 變在英國更大膽的 用上標的企鵝 吊達無法生存的憤怒 現在的當代藝術就必須要 運用創作展覽去 反應當下社會 會失去那些脈動 甚至是屬於批判 黃瑞芳為 藝術不只是抒發個人內心的情境 他希望藝術行動也能成為 保護地球的方法 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你們是要黃瑞芳一邊 在這裏報導